本节目由五道口男子职业技术学院冠名播出 大军农来吃喝呢 汪真人民广播电台特别节目 RSI晨熙组的日常 一我们都很尊重counselor 老师好 学长今天有什么新通知吗 嗯 嗯晨熙呢他还没来 他腿短走路没那么快来这里可不容易了 那他带我来那躺桌子上吧 嗯 老师好 学长啊 哈喽姐 哈喽大可爱 西西 大可爱 二我们都很爱学习 何同学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他希望自己可以考SAT1600分 他从来不玩耍 他的眼里只有学习 有一天 当他在用电脑学习的时候 他突然收到了RSI的录取信 恭喜 何泽远同学 我们很高兴地通知你 你已经被RSI清华录取了 在这个高水准高平台的竞争激烈的青少年尖端STEM数期项目里 你将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 比如三个人一间宿舍但只有一张门金 被锁在宿舍楼门外 想洗澡了发现室友拿着门金早已消失无影无踪 早卡余额早已预定充滞日期 用完联网账户突然下线发现瞬间欠为60元 周末安排各种各样的有趣活动 我们还将提供很多美食选择 夹着大葱的汉堡 芒果味的橙汁 风干的烤牙 你准备好迎接精彩的研究生活了吗 3.我们都很喜欢Consular 学长你给我印象非常深 然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名一样的走位 名一样的拍照 名一样的剪辑 名一样的配词 最后做出来像就我觉得不知道有多厚的名一样的表情 包括令我非常的开眼 我会在两年之后回来看看到底有做了多少东西 记得项目刚开始的时候 我去了图书馆 有一天回来有点晚 然后学长一路从子敏书舍过来 跑到13号楼来找我 然后等我到的时候 你见到我 然后你却没有生气 我一直觉得学长是一个有耐心又负责任的大学长 当然知道你很可爱 晨曦大大虽然经常嘲讽你毫无wchat可言 并且是行走的八爪仪 但是你总是经常做一些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事 然后带我们到处吃喝玩乐吧 然后谢谢你的体贴和专心 希望在接下来日子里有一较好的学术成就 然后以后一定会来清华菜 我还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总说 我说如果我是一个清华的学子 我肯定觉得这群高中生很搞笑 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吧 但结果其实陈氏学长就对我们一直很有耐心 然后对我们百般呵护 所以非常谢谢你 以后来北京玩回来看你 学长你好 其实我以为我刚来RSI的时候 我觉得我肯定会特别想家 但实际上我并没有 因为觉得这边就很温暖 就像一个家一样 然后就特别感谢学长一直以来的 嗯对像他说的百般呵护 然后就是祝学长学业游城 然后以后一切顺利 以及下次换个地方剪头发吧 陈氏学长 谢谢你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就这么隆重帮我办生日给我惊喜 以后一定会记得回来清华来看老学长 以及顺便祝愿你可以早日遇到小姐姐 学长因为没有人借我一个脑子 让我说长一点 所以 希希 你好 好可爱啊 联网账户突然下践 发现顺年签威六千元 顺年签威六千元 顺年签威六千元 拍照 喜好 或许我